基辛格死了 今天最大的新闻也就是他了 其实说实话 这老头吧 现在有很多人对他 褒贬不已 你看在美国 美国有很多人为他哀悼 但是美国也有几个州 为了他还举行了一些 庆祝集会 看到得打看到 说得曾经制定过一次 袭击哪个国家 那个国家死了很多人 但是我认为他是个好人 就是不管咋说 他无论是在政治上 还是在一些国家的一些 就是平衡的一些 这个立场上 这老头其实说实话 挺值得尊重 就像我们跟他们之间 没有他的这个从中的斡旋 咱们跟美国一直 可能是还是有一些 就是那叫什么冰冻期 随着他才让中美之间解冻 其实说实话 他做了很多好事 对咱们来讲 对其实他公大一国 你说他是犹太人 这是真的 这个确实是真的 他确实是犹太人 但是他是个好人 我因为他是好人 真的行吗 你看当年他跟尼克松 上我们的访问 他那个时候是助理 尼克松的助理 就是那是六几年 好像是七几年 是六几年 那个时候他就做了很多 帮助我们跟某些地区的一些事件 他是个好人 早上有人到伯尼举报的 金星格死了 一百岁死的 一会儿卖老花镜了 马上卖没了 快点的 买花镜的 看见吗 这花镜绝对够面的 送银啥的 自己带都行 79你可能会觉得贵 但是这玩意 你多带几年 他就值了 你买的10块20块 3020那眼镜 跟他不是一个档次的 他不是一个东西 你们会觉得老国 你卖这玩意儿正贵 我接受你们全网查 你看谁比我这个便宜 你要只要是水晶眼镜 没有一个比我的便宜 我也接受你回家拿 回家拿锯条 拿顶着 拿他们的壁纸刀 你随便划 划出划出印 一天不要 其实挺便宜 你上哪 那个眼镜店 你这眼镜是一二百 这可不是格德下扯的 这个金星格这个事 咱们就别格德带这个节奏了 大伙那可能全网也都知道 金星格确实是这个人没了 但是这也算是今天 国际上最大的一个新闻 所以这老头 你看今天他几月份来的 在这 我有点记不住了 记得不 这老头对咱们一直挺好 你都不知道他死的时候 他的秘书 今天发言的时候 一百一时时提到我们 看他们就提到我们 提到一百来时 这老头对咱们国家的 各种评价 全在里头 七月份 你看觉得吗 一百来时提到咱们的 这不是考虑 他挺重视咱们 现在红星已经一百八十万 还有二十万 国家军所有的 对七月份来的 老头人还是 对咱们还是不错的 得说实话 十一次 那我瞅 是一百一十次 十一次 夸大十次 对对对 点红星群 下达红星 一百九十万 还有十万了 十一次 对破冰之旅 他其实做出很多贡献 他这人不错 你看有一些世界局势上 他的言论也代表很多 关于一些其他国家立场的话题 而不单独针对美国的利益 知道不行吗 他这个人不错 太夸张了 有点夸大宣传了 十倍 我这没记住 眼镜还有谁没拍的 马上二百万红星 我就给他吓了 不吓 隔壁挂了 星人们来这么点 红星现在马上二百万 国家局所有的星人们 做好 这个阿拉伯数字 对 他来我们这一百来次 这是真的 来我们这一百来次 这个 对阿拉伯小数字 清歌评 回首 最后给你们推荐一款 国歌 现在带的这款 老花镜 不管你是478了 还是五六十岁了 你家里肯定不缺老花镜 但是我希望你们拥有一款 国歌这样比较高档的 这个老花镜 感受一下的 你家里那款老花镜 跟我的老花镜比一比 看国歌卖你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材实料 超越你的那款老花镜 齐不十块钱 买不了吃亏 更买不了上当 干就完了 马上你回首 阿拉伯数字也切完评了 国歌就开讲了 有的老花 今天还有什么重磅新闻吗 今天这个新闻呢 还是全球在围绕了巴以 跟这个俄乌冲突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北约 这两天开的这个紧急峰会 再加上哲联斯基 跟这个乌克兰 那个总司令 扎鲁日内之间的毛病 再加上芬兰呢 这两天那是跟俄罗斯 忘死忘死药养威啊 而且今天芬兰讲话的更狂 知道不行吗 你们可能会觉得 老我这俄罗斯跟芬兰 这两天怎么紧张起来了 芬兰一昧的在给 这个北约和美国提供军事基地 以及大范围的军事部署 就是这种大范围的军事部署 已经让乌克兰看到之后 乌克兰都有点嫉妒了 大伙懂的大伙懂 你们能明白啥意思不信吗 就是北约这边忘死忘死喊 给乌克兰的援助 基本没啥玩的 能明白 我给你们说 打按你们一百万枚 一百万方 什么15毫米炮弹 我们现在只能给你30万枚了 以后可能也没有了 往这些国家 所给乌克兰多少多少资金 也没有啥了 结果他们现在往这个芬兰 部署的这些武器 让乌克兰的情报官员看到之后 再加上俄罗斯对外公布完之后 哲联斯基看完都昏了 说你们他妈的口口声声说 没有过多的武器 但要给我们了 那你们怎么就给 就是给你们自己 北约成年国这个芬兰 一夜之间 怎么部署了这么多的武器 如果这些武器有一半给我 我就能打赢俄罗斯 哲联斯基今天都嫉妒到这种程度 你们都明白啥意思不 就是给哲联都演气完了 说俄罗斯也没有跟北约开战的迹象 西方国家先进的武器 还有重型武器 全部在芬兰了 他曾经答应普京的话 现在基本上全作废了 这就令俄罗斯非常不高兴 而且他部署的这个级别和这个规模 已经威胁到俄罗斯了 什么中远程的一些导弹 还有一些发射装置 现在都在那里 知道不行吗 俄罗斯警告他多次 无果而且他警告完之后 他竟然把所有通往俄罗斯的边境线 还有一些什么检查站 全都关闭了 完事之后 他把北约的一些重饼 包括波兰这些国家的士兵 全干去了 现在集结了都有三万人了 能明白我啥意思吗 就是现在他的这种紧张局势 令俄罗斯都感到惊讶 俄罗斯说 你看我没对北约产生什么威胁 我们也没做出一些要威胁北约的事 你现在这么做不多说一举吗 你看今天那个俄罗斯的新闻秘书 佩托克夫就说了 芬兰现在所做的一切 简直就是多此一举 但是我因为芬兰所做的一切 并不是多此一举 他就怕 一旦巴以冲突战争万一 俄罗斯一旦要是从芬兰踏过来怎么办 为什么 因为毕竟芬兰跟俄罗斯之间的边境线 能达到一千三百多公里 懂得打不懂 能明白我学的吗 他边境线太长了 就隔哪个地区都能砸进去 他们以前的在洛干年之前 特别这个俄乌冲突之后 他们开始修建的那种大型的 这个跟俄罗斯那个边境强 虽然说不是强 也是搞那种大什么铁管 还有什么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什么兄弟 就是那铁丝网 搞那玩意不得 一千三百多平方 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这个边境线 全是那么给勒的 勒完之后 各个通道今天全派的重兵把守 而这个重兵不光来自芬兰 是整个北约国家 波兰最多 懂得打动 能明白吗 对电网全是电网 完事件 芬兰今天关闭完之后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压长 今天以电视 电视直播的方式说了 继芬兰之后 我们是下一个 关闭俄罗斯 所有通道和边境的国家 拉脱维亚 今天已经电视公布了 所有留在俄罗斯的人 在24小时 或者是48小时之内 马上离开拉脱维亚 所有在俄罗斯人 想回拉脱维亚的 值得给你们48小时 如果你们不回来 从明天开始 你就是死在俄罗斯 也不会把通道给你打开 所有在这么拉脱维亚的 俄罗斯人 或者是跟俄罗斯 有一些经济往来 或者亲属关于的 只给你这两天时间 如果你们要是不回来 或者是不走的话 那就别怪我们 关边界了 就直接封锁 波兰已经封锁完了 现在芬兰也封锁了 这回轮到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是以电视官宣的方式 屁打点地方 哎呦我的妈 兄弟们 这东西可不是屁打点地方的事 第一个你们还记得什么 俄乌开打之后 第一个跟俄罗斯交板的国家 谁都没想到 不是波兰 就是俄乌打起来 第一个交板 要要北约一起 参战打俄罗斯的 你们都能知道是谁 是他们立陶宛 知道的他知道 你们可能会觉得 我真假 你们可以随便上了他 你还记住 因为我讲他们一年多了 最开始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 是第一个是乌克兰的 就是这个立陶宛玩长 老塞达吗 他说必须是 是时候得终结俄罗斯 威胁我们这么多年的 这个立场了 非洲堂 所有这些国家 他们必须支持 乌克兰打死的 我们我们那个立陶宛 虽然说没有多少士兵 没有说多少武器 但是咱们一定 对不对 什么大伙都记着 说咱们一起团结 就是干个都是 你老因为 批大点地方不敢框 那他们阿里波罗的海的国家 加一起 他多大点个地方 那十多万平方公里 那这个是的不得了 你看这个拉图维亚 埃萨尼亚立陶宛 他三个号称 波罗的海 三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 原先都是苏联的领土 大伙知道就大家知道 对 其实立陶宛 挺操战 你知道吗 现在活该的 有钱人都跑了 立陶宛 你说他六万来平方公里 那个小弟们 一共有一万多名士兵 连他们飞机 唐克转 是啥基本没有 知道不行吗 他今天更狠 他今天威胁到俄罗斯 什么程度 从明天开始 给俄罗斯使检 他封锁了所有 陆路上通道 通往加里宁格勒的 所有俄罗斯 跟加里宁格勒的 大货车的运输的 这么一个车队 全给卡那块了 看到没有 400多辆 俄罗斯跟加里宁格勒 满载物品的车辆 现在就在这个叫 立陶宛边境线 直接卡死 俄罗斯不管怎么呼吁 就是不放行 就这事也几乎够呛 知道吗 回首呢 他这边公布完 我们已经封锁了 俄罗斯跟立陶宛 通往加里宁格勒的 陆路通道之后 铁路没封 咱不能有啥说啥 咱不能瞎白话 铁路没封 但是你陆路通道的 大卡车全给封了 现在这些大卡车 现在今天我看 一天就集结了400多辆 不管是立陶宛的 还是他妈的 这个这个俄罗斯的 还是加里宁格的 先天下干的封上了 他他公布完之后 要把这个陆路通道 重新封锁 而且就是去 加强几次巡逻和检查 就是你不管车点 加里查拉里查 就不放 回首欧盟 今天又做出个事 冻结俄罗斯2000亿 欧元的资产 马上要给乌克兰 用于重建 马上已经官选了 兄弟们 就这么几对俄罗斯 我因为啊 这他妈的 我跟你讲兄弟们 他们就在死和 着死的路上徘徊呢 你们同意国家 关点口口气 真的兄弟们 你想想兄弟们 在这个局势上 这么紧张 这些国家呱呱呱 就这么整他 我告诉你兄弟们 你们就会觉得 他们为什么这么疯狂 怎么这么整俄罗斯 这也能说明一点 乌克兰的反共 基本是废了 完他们用这种方式 给俄罗斯施压 懂得打个洞 能明白不兄弟们 就是乌克兰 彻底是完蛋 操了 基本上是完蛋了 你们都不知道 兄弟们 今天乌克兰 乌克兰让俄罗斯 在叫库皮扬斯克地区 还有赫尔松地区 让俄罗斯拿回来 六七个乡镇了 就是为了庆祝胜利 我跟你们讲一下 这事是真实的 就是为了庆祝 这两天 俄罗斯的上国 俄罗斯的一个集团军的 副司令 知道吗 跟他的士兵 开着装甲车 上前线 去慰问士兵 要跟士兵一起庆祝 知道不行吗 庆祝拿下的这些领土 没想到 这个他妈的 给集团军的副司令 坐在庄稼车上 让乌克兰给埋的地雷 今天给炸死了 看到得打 看到那是副司令少将啊 他他妈三十五吧 兄弟们是三十五四十五 三十五四十五 让地雷给炸死了 就是为了去庆祝胜利 哎我操 这这这两天打好 我必须得向前线表彰你们 这小太高调了 说三十五四十五 兄弟们 我他妈记不住了 三十四十五 对四十五 四十五岁 他在今年夏天 俄罗斯普京还 受受他一个英雄称号呢 说你这小在前线打听 对他是个奇才 这个人们说 他是个奇才呢 这这么个玩意儿 不是逼壮大了 他在俄罗斯普京 受给他一个叫奇才称号 他这小子 就是今年夏天 俄罗斯普京 给他一个给他一个荣誉呢 说这小子是个勇士 英雄 奇才 军事奇才 妈的今天 要给活活炸死了 死停产 装甲车 装甲车给炸息碎 这小子当场阵亡 知道吗兄弟们 这对俄罗斯内部出卖的吧 反正咋说呢 就是咋说 你记得咱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求克没嘴 大伙知道就咋知道 是求克 是穷克呀 穷克没嘴 对不对兄弟们 就是给人家干败了 回头他们还撵人家嘴 这帮小子 就是你不出压吗 直接把地雷给你埋上 副军长 不是那个 不是军长 是副司令 是集团 140亿 对求克穷克没嘴 就是你撵人家 中了人家的地雷阵 懂得打个懂 能明白我兄弟吗 就是我都不知道 我战败了 战败前提我们得撤 撤的前提 为了不要你们碾上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区 就是你们 就是能经过 碾我们这个地区 我直接买上地雷 结果俄罗斯 中了一个地雷 现在媒体报的是什么呢 是这小子出雷了 但是我告诉你 不光他死了 俄罗斯今天 随着这个 他妈的副司令死 得有上百名俄军 直接改这个地雷战 直接在亡 能明白我兄弟吗 这就说明什么 俄军在防卫上 包括 就是这个指挥上 还是有一定 他妈的这个疏忽的 能明白我兄弟吗 你想想兄弟吗 乌克兰士兵撤了 你排雷车都不上 直接就他妈的往前撵 就我这个妹当过柄的 兄弟吗 我们那么妹 我也不是什么军事专家 我不是什么指挥官 我告诉你兄弟吗 就我知道 要是在哪个地区 打好几个约仗了 回走他们失败了 我能去撵家 我要啥往事呢 你没看我这二五的 我直接 我指定百分之百 让少雷车往前干 充干你啊 给我捉一刹 挖死你啊 什么事的 哎呀 这个事儿 我给你讲真行吗 看完之后 我怎么很生气 一个副 那么集团军副司令 对第十四集团军的副司令啊 是不行吗 这家屎的 对普京打击挺大 而俄罗斯内部 现在也有很多声音 就说这样的人 怎么能出现这样的时间 能不能是 前边什么兵变呢 什么什么军事 兵变为谁啥造成的 俄罗斯批谣了 不是 就是邀功心切 知道不行吗 就是觉得这回可以了 这俩干得好 赶紧去上前线去 回首庆祝一下 这个事完事之后 普京接了 普京他没脑袋 就俄罗斯 你这事才说实话 你们想想行吗 就你 咱都不说行 我个当务你们一分钟 往我接着脚 咱就说实话来 咱跟着打不说 打一天两天了 打他们一年来的 他们撤了 书克兰反攻的时候 进入到你们的 所谓的地雷圈 导致他们三十个月 都没打到你们的 这个进攻区 我说对 回首人家撤了 人家能不给你埋雷吗 咱就说实话兄弟 咱就不开玩笑的 你们自己出来 这是个奇才 他太丢人了 这是最低级的错误 你们想想兄弟 当时乌克兰反攻 你们给人家埋地雷 让他们好几个月 都没打到你们 没打到你们的阵地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 这个地雷 给乌克兰造成 严重的损失吗 结果 对 有点多多少少 站点交兵必败了 你想想兄弟 你他妈的 让人家中你地雷 你碰人 你得不拿地雷崩领 这家崩领 我跟你说实话 今天得死多少人 最低起码得十一百多 咱说实话 这种死 我跟你说实话 这种死可不是像平时那种死 你平时在前线上 怎么死啥 怎么死都行 你这种情况 住民圈套死这个事 我告诉你 可以说是挺低级 我跟你讲 这种错误犯的 挺不咋的 你看西方媒体都此笑到 此笑到到什么程度 说俄罗斯一年了 可能也没打出了一个胜利仗 由于他的领导高层 急于想拿下这个地区 听到了前线 拿下了某地区之后 司令馆包括指挥馆 都急于邀功 能明白吗 这是西方媒体 对 所以得意忘形了 说西方媒体报的说是 俄罗斯的这个高级军官 为了急于邀功 想到这个地区 把国旗撒上之后 我要向普京指点 看着吗 大哥 我已经把这个地方拿来了 我现在个人 没等到地方炸死了 回首普京听到这个新闻之后 听到这个消息了 普京当时就开始讲话了 说我们通过昨天 什么这个俄罗斯最高拉打 再加上一些什么什么 高级会议开完之后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知道不行吗 我们今天开始 对这个所有的 这个俄罗斯国家 以及欧盟一些国家 通知你们一下 原先俄罗斯的军事开支 好像是500多万美元 大伙指头的大哥指头 不是吧 2500万 俄罗斯是600多万 是2000万 600多万 600多万美元的军事开支 你们想想兄弟们 俄罗斯今年 你知道普京对外公布 他们要把军事开支 提高到多少吗 所有人可能都得猛 提高2% 你看欧盟 欧洲一些国家 就2% 3% 5% 10% 俄罗斯以下提高 70% 你看咱俩也有 直接打出来 对他600多个亿 原先他600多个亿 兄弟们 他再提高70% 就这个时间 令美国都猛了 说这俄罗斯这是要扩大战管 还是要跟一些其他别的国家开战呢 他不可能一下提高这么多 我跟你讲 一般国家提高军费开始 10%都是多的了 就比方说 我原先600个亿 我再提高10% 那别的国家都说 哎呀 这国家开始 他妈加大这个军购了 或者是开始加大这个军需了 这要威胁世界了 俄罗斯这一下提高70% 这个时间 对不对 这会就1100多个亿了 有的人说 那他这1100多个亿 对他来讲高吗 那跟美国比 那不还是冰山一角吗 懂的就打个懂 虽然说俄罗斯说了 我要提高多少个亿的这个军事开支 美西方国家也特别在意 但是我认为 他要是跟美西方国家去比 特别跟美国比 那还是冰山一角 咱们呢 就是闹到这个俄罗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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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少将 今天在这个前线阵亡 这个事件 咱们再看看乌克兰 乌克兰今天的基辅 再次遭到了俄罗斯多枚火箭弹 不是火箭弹 那个叫 那个什么什么导弹呢 就是空追地那种导弹 俄罗斯出动的是战斗机 给他一顿轰炸 哲联斯基 今天一天啊 对外发表了好几次 所谓的推特和说说 什么意思 就是直接就说了 俄罗斯现在 他对我们平民开始下手 俄罗斯在攻击 我们所有的能源设施 俄罗斯在威胁我们 今年冬天啊 想让我们今天 你今年的乌克兰人 无法过动 哎 转地带什么都干了 今天给基辅干屁了啊 对 伊斯坦那儿 还跟周两枚 所以今天你对这个 他妈的基辅的这顿轰炸 哲联说了 这是历史以来 他妈的最狂野的一天的 这对对乌克兰来讲 是黑暗的一天 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 我都没看到天 为啥炸的全是烟呢 炸屁了 这是整条 俄罗斯今天加大的力度 对哲联斯基啊 对这个基辅 这也是轰炸 可以说是死不前 是空 是是空前的 而且基辅对外说了 头头头几天啊 头几天 你是由于制炎条件啊 这个制炎灾害 导致你有暴风雪啊 还有一些什么大雨啊 还有一些什么 就是特别让乌克兰 多少年没经历过的 一些制炎灾害 导致乌克兰呢 本身就有很多电力设施 遭到损毁 往这再加上这个 俄罗斯这次袭击 导致这个乌克兰现在说了 这真是趁我病 要我命的 而北约今天围了乌克兰 特意开启了一个峰会 谁呢 那个布林肯呢 今天给北约打电话 直接就告诉北约 这两天啊 巴以冲突正在 释放人质 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 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局势 不能让哲联斯基放弃 而俄罗斯利用巴以冲突 现在在大规模的进攻乌克兰 也是我们加大力度袭击 俄罗斯集团部队的最佳时期 能明白的 听个明白的 打个明白 说俄罗斯现在可能是抓住了 我们都在关注巴以局势的同时 俄罗斯集结大部队 向乌克兰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总攻 特别有一些曾经俄罗斯 从来没打过的一些地区 俄罗斯在集结大部队 那么正好是我们向俄罗斯集群 就是俄罗斯的集群呢 发动打击的最佳时期 这就说明什么 肯定是俄罗斯的大部队集结 又暴露在乌东的某些地区了 被美西方国家用卫星啊 或者是侦察手段看到了 看见吗 这俄罗斯这夹集结好几千人 上百人几百人 又够俄罗斯 又够乌克兰 或者是美西方国家的重型武器 直接轰炸的这么一个 这个基数了 就是听懂那大董 你能明白不许的吗 就是看到俄罗斯又集结几万人 几十万人向前线开干 这回以前 咱们以前用那个什么 基数炸弹用车用那的 这个时候不正好是打击俄罗斯 大部队集结的时候吗 这两天咱就听信 虽然说这个布林肯 对外他说的不像我这么直接 但是他们今天开的峰会 直接就是表明了 说了俄乌冲突 现在已经到了历史最关键的时刻 是时候让我们清除 我们所有的武器库 帮助乌克兰度过最艰难的时期 也能形成对俄罗斯 从俄乌冲突以来 最严峻的挑衅和打击 咱就看这两天 俄乌局势肯定要狠啊 你们可能会讲 我真的假的 我告诉你 因为什么他不敢 哎呦我的妈兄弟们 还有什么不敢的 战斗机没去吗 急速炸弹没去吗 呃 瓶油弹没去吗 F16战斗机 没送去几台了吗 没去没送去几架了 吹牛逼兄们不是吹牛逼 你被管他被管的 他是在给哲联士纪花大饼 还是什么 但是他们今天杨帝岩 包括那个斯托尔滕北格 今天也向哲联士纪保证 你放心 我们现在啊 一直印定的是乌克兰战败 就相当于我们战败 啊 我们现在有这个立场 你就不用怕 你就个前线给我指着 就个前线给我干 干就完了 你就放心 晚上你回首欧盟主席 冯德莱安我冯姐 啊就卖过金 又卖过银 又卖过笔的那个 我冯姐 我冯姐今天说的话更狠 直接告诉哲联士纪 昨天给你们公布的啊 给你们完成了30万枚啊 155毫米的这个口径导弹 那个口径这个炸弹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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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但是你别着急 在2024年之前 100万枚炮弹 我个人保证指定给你送到位 现在有些老果呢 不排除他们再给他花大饼了 这也不排除 为啥他直接昨天还说呢 我们无法满足 这100万枚炮弹 随着布林肯 参与俄乌冲突之后 他直接就说了 我必须给100万枚炮弹 今年年底前 必须让你到位 直接扛他受的 有点老果能不能瞎白乎 我冯姐说的话 我因为就是花大饼 因为伯雷利昨天都已经讲话了 答应给乌克兰 100万枚这个炸弹的这个事件 我没答应过 但是我因为 现在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 啊 这个援助给乌克兰 那么多的炸弹 但是呢 你看今天那个美国的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说了 我们必须继续援助乌克兰 但是他 就是跟以前一点不一样的 说法是在哪 他以前要是说 必须得是知己上支持 还是啊 军事上支持 咱说实话 对不对 你得打你光说支持 你是给武器呀 你还是给钱呢 还是给一些远程的 打击的一些什么防空系统 啥的 你得给个啥 对不对 你不能说口头说 哎呀 我们一直支持乌克兰 他一顿支持说 咱们自始至终得支持 结果电发料了 兄弟们 你拿鸡毛支持啊 就拿言论支持啊 就是我在立场上 我在精神上 我一直支持你吗 你用这个大闭嘴 啊兄弟们 那普京不把你个嘴 打成牙子似的 溜扁溜扁的 对不对 你就打嘴支持啊 根本就拿不了 而俄乌冲突 现在也属实是 普京也算是 这一年多 现在终于看到 他们加大力度 在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折脸了 而普京今天宣布 要把这个这个这个军事开支 提升百分之七十之后 这家这这这一些事件 连锁反应都来了 第一个 美西方国家就开始研究 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开支 要部署在哪 一个是提升军队的 这个自身的一些装备 再一个 可能就是在针对 一些大仗给做准备 但是有一些西方媒体也说了 做大仗 做大仗准备 俄罗斯这点军事开支 根本就不法与北约抗衡 懂得就打个懂 说俄罗斯要是说 要是说有这么些钱 部署在这个军事上 如果要是做一场大战 再说实话 几天 那根本就白费 你想想 就乌克兰跟俄罗斯打到现在 就就美国单独援助给乌克兰 那都几千万美金了 我说对打个对 你俄罗斯就算是你过年 提高到一千一百一十亿美金 再说实话 你被说你发动一个 他妈的这个 这个北约战争 你就单打乌克兰 也不一定够我 我说对打个对 所以说你今天普京 虽然说公布 就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之后 车臣总统卡德罗夫 卡德罗夫今天就狂了 卡德罗夫当时站出来发个声音 哎呀 我太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先生的 这次决议了 哎呦我强烈支持 我支持到 我支持到极限 我现在早就认为 普京早就应该增加军事开支 如果不增加的话 咱们早晚都得被 被美西方国家 以各种削弱的方式 给我们俄罗斯造成肢解 或者是蚕食 我早就支持 普京你终于听我的了 你终于把这个军费开支 这个提到位了 今天我为了支持你 卡德罗夫直接派两个旅 上乌克兰前线 对三千人看到了吧 你看我不瞎摆 直接两个旅三千人 今天直接开赴前线 你们会觉得我卡德罗夫 这么干 是为了支持普京吗 说实话 也是用这三千人 换取俄罗斯的军事开支 其中的一部分 懂得大动 你看我哥说的对不对 你以为他这是普京吗 那普京不提高军事开支的时候 他咋不基本把这俩旅派去 这边他妈的说 我要提升70%的军事开支了 这老卡德罗夫 这都拥护完之后 直接把部队抢过来了 兄弟们 你们还得上前线呢 你们还得干呢 对 其实说实话 就用这种方式 第一表忠心了 第二 你这钱你得博给我 你看我两个旅都干 三千人 向机器人部队 直接看前线 这也说明什么呢 对 要装备 要钱 要下一届的这个企业 70%的军事以外的开支 他是要这个 但是卡德罗夫的部队 咱得说实话 你看有很多人都说 哎呀 车臣部队表现的怎么样 其实车臣部队 说实话 他在前线的这个 就是这个打仗的这个能力 其实说实话 他比他们俄罗斯的国防军力高大 你看学习从哪来说呢 从最基本的 最开始 在这个叫 马里乌贝的地下钢厂 大伙都知道 俄罗斯的政府军就打不下来 卡德罗夫一个旅 对不对 再加上 当地的民间武装 打了几三个来月 给找回来了 你别管 就是用跟压弹 还是用什么方式 那他妈车臣士兵 真下他妈 真下的马里乌贝 地下钢厂去跟他拼 大伙看到 那车臣士兵 是真勇猛 广广干 这确实厉害 车臣士兵 虽然说 你有一些老伙 他厉害 瓦格纳 还是 还是瓦格纳厉害 怎么说 他俩之间 多少站点不合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彼此 在前线上 作战都比较勇猛 能明白的 打个明白 但是现在呢 我看啊 就是不存在像 你们说他们所说的不合 只是你就是 对他们的评价 他俩到底谁厉害 但是我因为车臣 还能略选一些 选射一些 所谓的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叫瓦格纳军团 你们会觉得 他怎么能略选射 于瓦格纳军团呢 你听我给你讲 就明白了 你看车臣 人长得还大 各领各像机器人似的 但是他属性 跟瓦格纳不一样 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不管怎么用 他都是士兵 就是车臣士兵 不管怎么 怎么厉害 他都是士兵 而瓦格纳这帮小的 就不一样了 瓦格纳这帮小的 基本上学生 身上都有事 能明白我啥意思吗 都是为了活而生活 为了活而战斗 你们能明白我啥意思吗 我打赢 我在前线上 我坚持几个月 我可能就换来 我一生的自由 为什么 因为他那里有 70%到80% 都是死刑犯 劳改犯 我对都是王命图 我他妈的隔这块 我个监狱里头 对他是王命图 我他妈的监狱里 捐他二来年了 我这上前线 告我坚持三个月 或者四个月 我立功了 我直接可以回家 种土豆去 他就因为我 所以说他俩之间的 历史对都登风云基的 他俩立场不一样 你跟车臣士兵再干 我只是个士兵 我就听成上级命令 而瓦格纳就不一样了 我得强烈立功 我或者是 我得想一切办法 我得活过三个月 我活过三个月 我所有的罪责全免 往我回首 我能换取自由 所以说我因为 我个也理解 我个也理解 我倒没看到他俩作战 到底谁厉害 你看他俩都有自己的功劳 瓦格纳军团 打的是巴赫木特 对不对兄弟们 这个车臣士兵 打的是这个 马里乌贝尔地下钢厂 就是对 相互忠宠 相互这个争攻 但是他俩都有各的 各顶各的自身的 这个能力吧 就是也相当于 对象这哥们说的是 他俩就相当于 普京的组绑有弊 但说实话都是黑人 他俩是能集合起来 我告诉你 就打乌克兰所占领的 任何一个地方 你要给他俩看 就给他俩时间 所以俩干完之后 一人奖励你多多少钱 给你们奖励多少功 他俩合伙 我认为就在乌东地区 只要交给他俩 就没有完不成的 你们相信 我打个相信 你们可能会觉得 我不行 我告诉你 就告诉他们 你这场仗打完 你不管几个月 你打完也打完 打赢完之后 我就给你调回国内 直接给你们搬户口 直接让你们好好过意 你回家作弄 回家你是种土豆的 还是给你找对象 这帮比玩命干 你们可能会觉得 哎呀 他们属性不一样 知道不行 你别看他没当过兵 但为什么瓦格纳 把他们正规军都给干了 就是这种不要命 内心当中的一种信念 我打赢就可以回家 这就证明 他们有前线的一定的 作战的理念 这个理念很重要 一个发 对一人带给他发喜 你看玩命干 这是关于 普京今天的言论 再加上什么 他妈的这个 芬兰 再加上波兰 再加上拉脱维亚 对俄罗斯关闭这个边境 再加上这个北约 欧盟又要援助乌克兰 多少多少 而且这些国家 现在各顶各地 都瞅着俄罗斯四个事 你们会觉得 我这俄罗斯 能跟他有挂碰吗 咱就瞅着 咱们现在俄乌冲突 咱现在就不讲太多 俄罗斯国内 今天在莫斯科 也再次拦截了 好几架乌克兰 发射的无人飞机 克里米亚也再次 遭到了无人飞机 和美制的巡航导弹的打击 虽然说你俄罗斯 俄罗斯说了 在克里米亚上空 拦截了两枚美制导弹 但是也有一定数量的导弹 和无人飞机 在克里米亚炸毁 就是爆炸了 有一些防武啊 和一些乡镇呢 也确实遭到打击了 但是俄罗斯 一直没爆 人员上面的 人员方面的死亡 就是咱们看到的 都是一些 什么小基础设施 而乌克兰报的 是成功的命中了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 一个大型的 这个石油的 这么一个储备库 也拍出了一些视频 那叫什么FR 什么GF 那个IGF 是GIF 那个基本小视频 我也看到了 但是真实性 咱不敢说啊 这就是俄乌冲突 这个俄乌冲突 现在可以说是 令美西方国家 特别北约 这两条是格外的重视 这个俄罗斯的 这场冲突了 你们会觉得 这能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 他们也彼此都非常紧张 再加上 咱们今天讲的就是 再把这个话题 转到巴以 巴以今天 可有很多乐的事 你会觉得 我什么叫乐的事 我跟你讲啊 这个以色列 今天对外宣布 我们跟哈马斯 达成的两天协议 已经顺利开始 交接人质了 但是在今天下午 他们正在交接人质的 同时 在这个加沙北部 而不是南部 在加沙北部 他们就发现了 一伙哈马斯武装力量 他们说哈马斯武装力量 竟然开着 那叫皮卡车 在加沙北部的一条街道上 发现了三辆 哈马斯持有的 听我讲 他们所说的 但我不确定是真实是假 但是哈马斯 就是以色列就这么公布的 他们发现了三辆 这个叫皮卡车 上面拉有 就是载有 哈马斯武装人员 而这些武装人员 带着黑面布 看着吗 手里还举地枪 看到了吧 视频都有 手里的举地枪 以色列说了 我告诉你 我们发现的警告他们 要马上听着接受检查 这帮小的不但没接受检查 反而向以色列士兵开枪 导致以色列士兵 有死伤 回首以色列士兵 就把这伙哈马斯士兵给包围了 什么火箭弹 什么坦克炮 我全开始干了 把这二十来名哈马斯 他说了全部击毙 全都给击毙了 车也给炸毁了 完回首 哈马斯就说了 你这严重的违反了停火协议 咱们有停火协议 你的士兵在接着 我们都没打 回首我们的士兵也好 还是你所谓的是老百姓 坐着皮卡车也好 你把这三个皮卡车顶 全给干死了 这个事 咱们得向调停格 予以说明 说你违背停火协议 向我们的老百姓开枪 因为什么 因为哈马斯没承认 这三 这个三 这个三辆皮卡车顶 这个乘坐的是哈马斯 但是有的人说 我是不是哈马斯 说实话 看那个视频呢 也确实是哈马斯 知道不行吗 你普通老百姓 你五个两个啊呀 我还举着老冲锋枪 你这三 你这三车也死的 你再说 你太相信这个以色列了 如果要是真事的话 我就觉得真的行吗 就两个国家 特别跟美西方国家 特别是跟美国为首的 这些国家 做一些什么交易啊 或者是签署一些 什么协议的话 不要相信他们 我说对打对 真的行吗 你就因为说 咱们现在是停火期间 停火期间 而且这个地区 正好是咱们普通 这个停火区域 不用害怕的 咱们接受停火 咱也不打他 你看以色列市民 跟他排大堆走 没没袭击的 因为什么 咱们必须得遵守停火协议 你他妈遵守了 能代表美国这帮 懒得遵守吗 美国这帮必要的 多产遵守过呀 啊兄弟们 给干了 干他们 干死他们二来人 那么三个小车里 全给干死了 以色列啊 对外说的是 哈马斯主动向他们开火 但是这个事件 你们得这么想 舆论都在以色列和美国手里 他们怎么说 怎么是 哈马斯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你要说以色列自编自导 我还真就 我就赞成你立场 以色列真就容易出现 这种自编自导 看到人家一伙老百姓 跟他开皮卡车 他给你干死了 会有回首公布 说这帮人是哈马斯 就这种可能性都非常有 知道不行的吗 这是关于啊 今天在加沙北部 向这个哈马斯武装人员 发动袭击的这么个时间 而在约旦和西安 又在那个杰宁 看着吗兄弟们 打死打伤 十七八岁的少年 还有儿童二十多人 看到我们兄弟们 他们以逮捕啊 这个哈马斯武装协议人为借口 进到各个村庄和乡镇 以检查为名 见到年轻人就要逮捕 年轻人反抗 直接击毙 看到的 大家看到 哈马斯啊 对外谴责以色列 但是没有用啊 十七八岁 小孩都给你干死老了 就今天十七八个二来个 看到视频了 是不是啊 就是在这个叫 这个这个叫杰宁 这个杰宁这两天 也真就是太 遭到了这个以色列 大规模的这个血洗啊 这个这个冲突 什么时候结束 这个时候 我跟你说实话 就像我跟你们讲 不是假话 你还跟他玩这边 释放什么哈马斯 释放什么以色列的 一些什么被压银制呢 兄弟们 你司法上 你释啥放啊 这边释着放 那边他压着抓着你的 而且哈马斯 昨天说的 要跟以色列重新研究 再延长四天的停火期 你知道以色列 今天怎么回复的不 以色列今天的回复 我因为哈马斯 赶紧收回你们的 这个这个这个言论 为什么 以色列是这么回复的 昨天我跟你们讲 我说哈马斯 主动跟卡塔尔说 再延长四天 我们还给放这个以色列人 我说的兄弟们 再这么放来放去 你将来筹码都没有了 不但啊 他自己没停 而以色列没干 以色列今天是正说的 你想释放人 人人制 可以啊 想让我们停火也可以 但是前提必须得按 我们给你们的释放 人员的名单考试 如果要是不按照 我们给你们的释放 人员的名单的话 你释放 我们也不停 看到你打 看到老卡脸了 知道我现在吗 就是以色列说了 你放可以 但是必须 我说要谁得放谁 因为啥咱俩在这个交换人制之前 已经彼此把名单都公布出来了 美国人多少 以色列演员多少 学者多少 老百姓多少 妇女多少 儿童多少 董礼大董 张山李适王 麻木头六 都带名单的 以色列说 我要哪个人 你得给我放哪个 我要哪个人 你不过放哪个人的话 咱俩就停不了 而且我一直得打着你 知道不行吗 不答都不好死 你别以为说是今天就 你说放就好 放不好死 而且今天是30号 就看明天能不能 这个月没有31号 以色列今天对外公布了 这一次停火协议 只能维持到30号 维持到30号 今天可能就30号 如果明天又打了 就是证明哈马斯提出来的停火协议 以色列没接受 知道不行 没有31号 是不是 那就是明天了 明天就1号 他说了今天 今天这个以色列国防部对外公布的 只能延伸到30号 从明天开始 那就得又炸了 要是停了 就证明哈马斯同意了 以色列的释放名单 懂得就打不懂 明天1号说 他今天公布的 就只能延迟了30号 又延迟一天就到30号 你们不信你们上查 又延一天也是到30号 他说了就到30号 因为那个俄罗斯 这个以色列国防部对外说的 就是延缓到30号 没有没有1号的事 就在1号看 如果以色列没打 哈马斯又没打 指定是国权成功 国权成功的前提 那就是哈马斯主动 把眼镜要的名单给了 如果这个名单要是给了 我告诉你 这个事对哈马斯极其不利 学弟们 我就接受一嘴 老花眼镜 果哥卖这个是水晶的 拿这个 避着刀 随便划 划出一点叶 一分钱不要 买这个老花镜就买好的 咱家有的老花镜 回到家里 可能还没等用 用不几回 全磨的全是叶 咱这个磨出一点叶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学弟们 就是相对贵一点 但是它是好材质 指定保证 你不带花的 不带磨花的 按照你们的度数去买 按照你们的度数去买 又延长一天 那我上直播前没看着 我看到的就是倒 倒三叶 多少度的 按照你自己度数买 那眼镜天冷天热 它能不起那个雾吗 那要说不起雾 那不是假眼镜吗 别划到眼镜 这随便拿眼镜 随便有折叠的 有折叠的 有这样事的 有这平板的 随便划 你划出一点叶 七天之内 屋里都退换货 一分钱不要 就这眼镜 你看咱们自己 让那老花镜 一点活话的 这个绝对不会啊 你们会觉得老管 那今天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之间 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什么事件吗 样式也报了 对 今天的事件 就是这个杰宁 再加上今天这个哈马斯 有一股的 不知道是小五不对啊 还是真正的 被这个以色列给干死 但是以色列对外公布的说事 哈马斯的武装严 咱们就不想到这个了 但是约旦河西岸 这个杰宁 遭到打击这个事 已经都经到联合国了 联合国秘书长 今天再一次也强调了 说以色列停止你野蛮的 对平民下手的事件 今天古特雷斯特意啊 提醒了美国 让美国政府通知以色列 说你必须停止 对这个杰宁地区的 这个联搜查呀 带对平民下手这个事件 拜登今天在百忙当中 你们可以上网上 今天拜登真的 有史以来头一次 他听这个联合国警告之后 特意给古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以色列啊 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 就直接警告内塔尼亚胡 我告诉你 你必须给我搜搜小 搜索你的搜查权 你马上给我停止在加沙南部的各种进攻 或者是在以色列啊 或者是在这个叫那个 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约旦河西岸的所有搜查行动 如果你不收敛 我告诉你 一切所有的后果 别说美国不给你兜了 这是普拜登 最压力最压力的一次 在警告这个以色列 为什么他一发现 这国际现在社会 包括土耳其 土耳其今天干出一个事 令老美国都蒙了 日本韩国 还有一些欧洲大半个国家 就是大半个地球国家都蒙了 你们会知道 我整的了 土耳其阿尔多安 今天在自己国家 哦 就是在一些公共账户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 在土耳其的一些资产 二十多个国家 将近三十个国家的资产 他全给扣了 你们会知道 我阿尔多安疯了吗 我告诉你 就阿尔多安今天的这个事件 令整个大半个美国的盟友 全蒙蔽了 说这土耳其要干什么呀 土耳其说了啊 通过我们今天的调查 我们已经调查一个多月了 我们扣押的这二十多个国家 在土耳其的资产 我们不是平衡就扣的 我们扣这些国家的资产 就是因为这些国家 背地里全拿资金 对二十多国家和组织的 说这些国家和这些组织 都拿钱在武装库尔德人 袭击我们土耳其 你别以为我们是啥的 我们还跟你们这边友好呢 那边跟你们是朋友呢 你们那边 他妈拿着武器干着我们 拿钱出武器 他妈的给我整 我他妈这位都查出了 其中 绝大多数全是美国的走狗 知道不行吗 这二十多个国家和组织 这个事现在在整个欧洲 都扎营着了 明天欧盟啊 我今天上网前 我直接看过了 欧盟要为土耳其这个事件 直接要开一个紧急峰会 能明白吗 就是针对土耳其这个事 怎么处理啊 这一下子扣了这么多国家的钱和财 你这不扯大你们 这不是要他妈的 这个土耳其的命吗 知道不行吗 要这些欧洲国家的命啊 你老过啊 那个就是还有什么事啊 土耳其这个事是一夜之间让这个美西方国家触不及防 谁也没想到土耳其怎么 就是平时你就打个库尔德银跟美国叫个板 你今天怎么竟然一夜之间给扣留这么多国家的这个财产呢 太多了 其实说实话 如果要是看到这个这个局面 你们想想果哥有没有点就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你想想学生们 土耳其在扣钱 欧盟在扣俄罗斯的钱 看见没什么都是在同一天 你们老因为土耳其猛土耳其扯大 我因为这里都好像是多少有点信号 你可别觉得果哥是个热力给你们扯淡 你们也别说土耳其是在作死 你们因为有没有一种信号 就是在没干之前 我切断你们所有国家的一些这个资金上的往来 我要是切不了那好 我就扣你们的 你们可能会觉得我不支持你的言论 咱们就往后看一看 土耳其的这一夜之间公布了 要在这个这个整个西方国家 收取了20多 扣取了2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一些钱 他针对的国家有哪 我给你们找一下了 他针对这些国家 现在目前为止都是西方的国家 一般你看听着有哪 大部分啊 他公布的国家最多的是奥地利 比利时 丹麦 法国 瑞典 挪威 英国 伊拉克 还有叙利亚 其实这里还有日本 能明白不行吗 20多个国家 还有组织 他对外公布 冻结资产最多的 第一个是奥地利 第二个是比利时 意大利 澳大利亚 还有英国 都在其扣押名单里头 他这个钱 虽然说他没卖啊 他没公布多少钱 但是有60多个个人的账号 也被俄 也被土耳其给冻结 这60多个人里头 62个人里头 得有他妈 30多个 是美国的 富翁级的 懂得打个懂 能明白不行吗 就是说实话 就是针对美国富翁 英国富翁 还有这个最多的是 这个叫奥地利 比利时 丹麦 法国 瑞典 英国 挪威 啥的 就给这帮小扣子 现在都找美国呢 甚至有的都直接干到联合国 是怎么干啥呀 这他妈也没有战争 也没有 这没有那 土耳其做的这个事件 这不是纯属挑起 他妈的这个国际争端吗 这这比他妈 打战争还狠呢 我们的老百姓 给他那个做点买 我们的国企 上他做的做个生意 他他们一夜之间 给他们抢夺了 这不是吗 这倒行 少说 少说 他得有个几百个亿啊 这一下子 每西方国家 现在都在谴责 而土耳其 最外公布的是 我们有整种证据 证明我们所扣押的 这些个人 和国家的一些资产 都 都有证据 表明他们在坚决 或者是直接的 在支持库尔德人 对我们国家 实施的各种恐怖袭击事件 都是这些国家和组织 拿钱武装这帮币干的 我跟你讲 真的行吗 现在一瞅了一个土耳其 干出这个事啊 我告诉你 这其实他不是一个 就是咱们个大伙看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小大伙说想的土耳其 就是为了 好像是多少 站点有点小心号 回来上厕所 把红星 给我个点的小点 先留了 最讨厌那种狗烂的 先留了 先留了 开不过一万人呢 装逼 我肚子疼 汽车手 害肚子疼 今天晚上肚子疼 这个鹿心粉 用胶囊可以吗 必须可以 你要是喝不下去 直接就是放在胶囊里头 吃饭没过 这话问题简直 拉裤兜里面 没有呢 多大人呢 还拉裤兜里 大小便失禁 这个好了 我以为路边高补的嘴上都起嘎 不是 我这个起嘎的是因为 他妈的那个叫 吃他妈的录容片吃的 吃录容片吃的 我爱你 我哥 我也爱你 这个少喝点茶叶 喝茶叶不好啊 喝茶叶管坏肚子吗 兄弟们 刚才怎么了 没事 我关了一下泊啊 这个坐厕所上 那不行 官方不让个厕所里泊 更不让个被窝里泊 这都是不允许的 坐在厕所里 你照着一些 卫生间的一些环境 他直接就封号了啊 新的拉鸿心点到20万就行 现在是3万7 这个吃点止痛 对啊 我有药啊 兄弟们 我应该吃点药 我找一找啊 我那药药扔哪了 也不知道了 我想想啊 我桌着点就有啊 我这儿 俩三个 六个 九个 吃完了啊 眼镜还谁没买的啊 怎么回事啊 没事就有点 他有点坏肚子 你看肚子现在急了 咕噜的 这吃完这药 怎么这么快 兄弟们啊 吃的啥药啊 我吃的这个叫 霍香蒸汽丸 他是不是管坏肚子 对兄弟们啊 看看过期没 应该没有啊 感谢东北娃 F哥 都拉瘦了 瘦了吗 就今天上个厕所 你们还拉瘦了 吃穿西了 没有吃药吃的 没人的 你眼睛不瞎吧 这还五万 也还少吗 用的啥子啊 用他妈啥子 用的啥子 我用啥子吐漏的 行不行 吐漏的快 老美干的啊 要卖辣豆 要你吗 这他妈疯的 辣豆的 要我疯了 要上车 那不是卖药的啊 喝点八豆 更喝完了吗 那不是吗 就等你们八国哥 小红星点了 马上二十万了啊 我接着给你们讲 土耳其的 这一夜之间公布了啊 要在这个 这个整个西方国家 收取了二十多 扣取了二十多国家 和组织的一些钱 他针对的国家 有哪里 我给你们找一下了 他针对这些国家 现在目前为止 都是西方的国家 一般你看 听了有哪 大部分啊 他公布的国家 最多的是 奥地利 比利时 丹麦 法国 瑞典 挪威 英国 伊拉克 还有叙利亚 其实 这里还有日本 能明白吗 二十多个国家 还有组织 他对外公布 冻结资产 最多的 第一个是奥地利 第二个是比利时 意大利 澳大利亚 还有英国 都在 其扣押名单里头 他这个钱 虽然说他没卖啊 他没公布多少钱 但是有六十多个 个人的账号 也被 也被土耳其 给冻结 这六十多个人里头 六十二个人里头 得有他妈 三十多个 是美国的 富翁 懂得打个懂 能明白吗 就是说实话 就是针对美国富翁 英国富翁 还有这个最多的是 这个叫奥地利 比利时 丹麦 法国 瑞典 英国 挪威 就给这帮小扣子 现在都找美国呢 甚至有的都直接干到联合国了 说这怎么干啥呀 这他妈也没有战争 也没有这 没有那土耳其做的这个事件 这不是纯属挑起 他妈的这个国际争端吗 这这比他妈打战争还狠呢 我们的老百姓 给他那个做点买 我们的国企上 他做的做个生意 他他们一夜之间 给他们抢夺了 这不是吗 这不行啊 少说 少说 他得有个几百个亿啊 这一下子 每西方国家 现在都在谴责 而土耳其 最外公布的是 啊 我们有整种证据 证明 我们所扣押的 这些个人 和国家的一些资产 都 都有证据 表明 他们在间接 或者是直接的 在支持库尔德人 对我们国家 实施的各种恐怖袭击事件 都是这些国家和组织 拿钱武装这帮比干的 我跟你讲 真的行吗 现在一瞅 这个土耳其 干出这个事啊 我告诉你 这其实他不是一个 就是咱们个大伙看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像大伙说想的 土耳其啊 就是为了一个什么扣钱呢 或者是为了这位呢 不是 我因为这个事 好像是多少 站点有点小心号啊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不信 你看今天美国报的 美国今天对外 情报局对外报的 他们成功的啊 就是成功的 瓦解了一起 由印度政府高级官员 武装的印度特工 在美国实施的 对西哥教领导人 袭击的一个事件 看到的打看到 印度特工被抓住了 被他妈的美国中情集 给抓住了 抓完之后 这顿大嘴巴的 皮鞭的沾两水 一顿揍 没能打呢 阿三那个B仰 直接拉裤斗里 跪去了 直接就承认了 我是印度人 我是受宅 你们美国大使馆 谁谁谁的委托 让我干死 由美国和加拿大 双重国籍的 一个西哥教的教头 因为他一直在武装 西哥教颠覆 现在印度的政权 这美国一手 这事 我赶紧致电老美 致电阿三 就给阿三电话 就走过去了 说你是阿三 他说你谁啊 我是老拜 说你要干鸡毛 他说我要干鸡毛 你们大使馆竟然安排 人员到我美国来杀人 这个事你得过有说法呀 当时阿三说的 谁说的 还谁说的 证据视频为发 推特啥网 罪一发老莫迪一手 卧槽 这不是头两天 拍去那个傻子吗 怎么被腾炸地 居然抓住了 这小子抓住之后 在美国几乎说的 都有二十人 全都是要干 干什么呢 干美国的这个 西哥教的一个人士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 有信西哥教的人员 高达六十多万人 这六十多万人 一直受美国 就是这个 印度武装的这些人 要去杀害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领导人 西哥教的这个领导人的煽动 要让印度解体 大伙懂得打个懂 所以印度去杀的 也就是因为 有点像土耳其 总统阿尔多安 要上美国去杀 居伦是一样的 大伙听明白 这打个明白 能明白吗 就是美国一直武装 一伙 他妈要干人家 这个这个这个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这么一个居伦 这么一个居伦运动 大伙都知道 当年那个居伦好像没把 巴拉尔多安给找回去 回头他跑美国 美国给他保护起来了 土耳其一直安排 要去害这个 要去这个 要去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暗杀呀 或者是斩首这个居伦 美国一直保护 现在阿三也是 一想杀这个西哥教教头 美国就以种种方式 保护 保护完之后 还要威胁印度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给你提个醒 要让我逮着那天 拦着给你提上一块头去 现在美国严厉的警告 这个印度 如果再发现一次 那将是我们之间 外交上 唯一一次 让我们再次考虑 跟你们外交友好的可能 就是警告你 你害他妈 以大使馆的名义 派人去杀 这帮人 我告诉你 你杀的可是美国人 他这个要杀的人 不光是美国人 还是美国籍 还是他妈 加拿大双重国籍 现在你有那老国 那阿三这国家 让美国给破获 这个案子 能是警告啊 还是真就破获了 也不排除 是帮助加拿大 搞一些政治舆论导向 同一国的观点 搞不起 为啥 美国加拿大 还有这个新西兰 还有这些国家 不都是 不都是一个娘 说白的都是他妈 维尔联盟啊 他也没准是用通过这种方式 再给印度施压 也再给全世界制造舆论 包括他跟加拿大之间的局势 都愿都愿印度 而不愿加拿大 我认为多少 也有点这个原因 为啥 他们他妈是一蛇属一火呀 对的打个对啊 那那那那那那 你说这个阿三能服他吗 阿三服服了 我不知道 但是你这个事件 美国说了 印度现在在着死 在于美国跟加拿大为敌 说说半岛 半岛吧 除了今天的半岛 除了啥呢 金正恩的妹妹 叫金与正 对美国和西方国家 一顿谴责以外 今天没啥新闻 能明白 你非得让我讲半岛局势 他没有新闻 我跟他瞎给你报啥呀 我非得给你们讲出来 朝鲜跟韩国咋啥地了 韩国又像朝鲜咋地了 美国又咋地 他没有 我跟你讲 讲啥呀 就是你们讲朝鲜 我只能告诉你 头两天发一个军用卫星 叫万里径 然后看到了美国的什么白宫 美国的军事基地 又看到了美国的关岛 又看到了美国在全球的一些 驻军的视频和图像 回头 女儿呢 是纯属扯淡 纯属网络谣言 我告诉你兄弟们 现在网上我今天看了 你说女儿 我都知道你看着了 现在全网有很多人都说 金正恩要他女儿 当什么什么什么国家的 一些什么接班人 兄弟们 如果这消息要是真的 以后别看国歌直播 我不想决任何人 我不想决你们 网上报的根本就不是官方网站 这是第一 第二 金正恩就算就有大病 或者是他有什么一些事件 他能让他一个连高中 或者中学都没毕业的孩子 接替他的位置 或者是让他当一个什么领导人吗 他怎么去服务 他怎么去说服朝鲜人民 你们怎么就能相信这种话题呢 能明白我兄弟吗 我今天看到了 对呀 他女儿他多大点个小孩 十一二岁个小孩 让他当多大会儿 你们信吗 兄弟们 那都是美西方国家给他制造的谣言 扯淡的 能明白我兄弟吗 扯淡 纯属扯淡 十二八行事 你要说十一好像少说一岁呢 就十一二岁的小孩 给女儿立位扯淡 我告诉你们 你们信就信 你们可以不看我直播 但是我告诉你 全是真的 我今天确实在网上看到了 全都是像我这样的自媒体扯淡的消息 而并不是像你们所说的一些 咱们国家或者是网络机构认可的 真正网站报道 就像头一段时间 说卡德罗夫中病了 记得不行 卡德罗夫已经病到 不到一定程度了 卡德罗夫转问 死了 全是这种谣言 全来了 知道不行吗 而你们像你们说什么朝鲜 让他女儿这么 可能吗 兄弟们 什么年代了 你们想 你们就是搞 就再搞脑袋想一想 可能吗 对 就是他不行 他有金与正顶着 他也不可能 让他妹妹上来 也不可能 让他女儿上来 我说对打个对 那金与正今天有个言论 确实是 他说了美国有什么 威胁他们用什么 在这块搞演习 又说我们发射 军用卫星 又什么加剧了 什么半岛局势 这个事件 又说我们发卫星 用单导导弹了 违法什么国际法 我说你们在这大演习 他就一顿潜着美国 剩下什么都没有 这搞的不能 不要想那些 你们想想什么 那可能 就十一二岁 他懂个啥 统领三军 对你还搞 康熙拔岁登记 那事 你们想想 果哥说对打个对 就是咱们这么能信 你们还有人说不信 你还以为我舍弹 这么能信 你们认为 金正恩让他女儿 在国内 那个就是 在他的手下 宣布 让他认什么什么时候 国防部门的什么什么领导人 你们信的扣个旗 不信的扣个网 我指定不信 开他妈国际玩笑 你把他退上来了 你去怎么辅佐 你去怎么让他们国民 让一个孩子 带领一个国家 开他们国际玩笑 那赶不上哲联士忌 你们想想 那哲联士忌 不管哪的 他还是个成年人 我说对打个对 就这种谣言 就这种扯淡的事 你们也能信 千万别信兄弟们 你要说以后 哪怕他大学毕业了 我都信 懂得打个懂 对不对兄 就哪怕大学毕业了 我都信 一个小孩初中生 还他妈 没必有个小丫头 你把国家交给他 我的妈呀 哎呀我的妈 你们都不知道一些详情 金正恩上来之后 都上来几年之后 他跟他的姑姑俩联合 他把某些人除掉啊 大伙知道 大家知道 就他姑父 不是跟某些人 跟那个女的叫什么了 就是在金正恩面前 有汗马功劳的那个人 他才把他姑父一起除掉的 能明白吗 他根本就整不了他姑父 金正恩多厉害个人呢 他连他姑父都整不了 后期你看什么 给他姑父干死了 看着得打看到 你们还老不信 一个孩子 十二三岁小孩 直接把国家大权拿回来 哎呦 你们怎么想的啊 对象张什么啊 这个不是开玩笑 那你就这 就这种谣言 也许什么 你们可成熟一点吧 就成熟一点 现在这个社会 哪像以前的君主帝王制了 我说对打的 皇上我阴命啊 我儿子 我拔岁也好 骑岁也好 去你妈的 我这样当皇上 那就是当皇上 对不对 现在你玩摄政王的事啊 开玩笑 你们 张成哲 对 你看大伙都知道这个事 那金正恩费多大金 把他弄进去 你个小丫头 将来真正 金正恩没了 把权力给他 他能做住吗 对不对 兄弟们 他能做住吗 开玩笑 你们 就不要相信这些话啊 那纯手扯淡啊 阿三被美国警告完之后 阿三今天还有什么事吗 阿三不服气啊 阿三说了 我们根本 没用官方任何势力和手段 去啊 其他别的国家 包括加拿大 做出袭击 或者是伤害 希克教的这个事件 随着美国把这个事件 公布完之后 兄弟们 你别以为说 就是一个舆论上的导向 就完事了 他的这个舆论 就是公布完之后 你知道 阿三这个国家 多少地区 有希克教的这些教徒们 开始游行打闸吗 知道就打 知道 能明白啥意思吗 美国这一顿成功的破获了啊 和他妈的这个 侦破了一起 他妈的这个印度 什么什么 针对希克教 这个暗杀这个事件 导致希克教 这帮小子 给阿三 那开始拙了 那家冲突 叮光 武士全站起来了 这给他妈 阿三整的 说我 这他妈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不定了 把阿三给毁了吗 你们都没用啥 所以说 就目前看 阿三现在 随着这个局势 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陆续炒作希克教 这个事件 我告诉你 看似美国很得意 我感觉是一个 最好的时机 你们可能会觉得 什么最好的时机 美国可能是 怕印度将来失控 或者是印度不说他们 不爱 不听他们话 甚至他们 甚至是掌握了印度 印度或者是导向俄罗斯 或者是跟我们有一些 不听太美国的话 美国可能是用这些事件 来整的 但是我认为 美国用这种方式 在网组推印度 你们相信 我得打个相信 这是一个好事 知道不行吗 就是你越比他 就像土耳其似的 你们没发现吗 俄乌冲突之间 土耳其 占几回俄罗斯立场之后 美国就在言论上 或者是其他领域上 开始诋毁土耳其 导致现在土耳其 跟俄罗斯 基本上就站在一起了 看到的 打看到 为什么 本来我可能 还是站你俩中间立场 结果你老推我 老整我 那去你马上 我这直接导向俄罗斯 这就说明什么 美国你看着 用一些小狭隘的手段 去治理一些 所谓你对你不听话的国家 但是 你适得其反 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是要对他们 二三好一点 说 妈的 我支持你 一起给我整他 在国际立场上 不能怕他 咱们不能什么都得怕美国的 对不对 他这是栽账下海 他在加剧你们印度国内 不安全因素 他在颠覆你们印度的政权 借助这个机会 你就应该搞队形 站立 站立场 不要怕他 你这大国 全世界人口 你最多呀 整个欧洲 加上美国加一起 都没有你印度 你怕他个灯 对不对 你们夜一颇尿 你老娘们夜一个大帮 你都能忽视美国脑 你怕他什么 不要怕他 这攻击给阿珊 好好洗洗脑 让阿珊站起来 我跟你讲 学生 不用别的 就将来有一点争乱起来 阿珊就跟他做仇的 美国都蒙蔽 你们都没有我差 就是不参见老美立场 所以老美看似很聪明 但是阿珊今天给阿珊整完 我告诉你 阿珊 他心里也不傻 你这一下 国家多少个地区 给揉起来了 本来这个西克教 这个事都已经老实了 能明白吗 他跟加拿大 通过这个西克教 这个事都已经消停 很长时间了 结果要美国今天 又给炒起来了 你说阿珊能干吗 对不对兄弟们 这是关于阿珊 跟美国搞这个西克教 这个言论这个事件 你们回去老过 阿珊今天要说哎呀 你看兄弟们 我说是美国就干坏事 你们老因为老国安排 老国老是这个诋毁美国 我不是诋毁美国 阿珊今天跟美国 打完那个舆论外交战之后 阿珊没承认 阿珊也谴责美国了 说美国此举会严重的影响 印度国内的动荡 结果印度国内 这就有很多地区动荡了 但是阿珊警告完之后 不到一个小来 两个小时吧 两三个小时 阿珊国内那叫古吉拉帮 古吉拉特帮 一个最大型的化工厂 今天下午 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 当场当时九个人 伤二十七人 在这个工厂废墟下 还埋了好几十类 兄弟们 你们说是谁干的 阿珊这个国家 是愿意防塔 瞧塔 动塔 对不对兄弟们 这国家是愿意出现这个事 但是不得不愿意 因为阿珊这个国家的化工厂爆炸 我认为跟美国有有极大的关系 阿珊说了 这绝对不是一次普通的意外 九人死亡 二十七人受伤 废墟下 还埋了几个寡妇 这个阿珊这个国家 听问一下 印度 印度古籍拉特邦化工厂爆炸 而且是持续爆炸 爆炸达到四个小时 距数公里之外 都能看到浓烟和爆炸产生的一些 那些什么 火苗的 粉尘的 给他添上无表 阿珊说完了 这化工厂的爆炸 把旁边村庄的一些住宅 还有一些设施都给炸了 阿珊说了 多少年 我们的化工厂也没爆炸 因为我们 我们阿珊 每一年爆炸的是小边工厂 就生产烟化的 每天都在炸 但是化工厂没炸过呀 头些年炸过 这二年没炸 今天咋炸的 后一发现说 啊 车间主印是个李寡妇 天天穿个盯着裤 是他妈迪伦的 天天拧逼 化大胯 俩腿 跟嘎 跟嘎 穿个拧逼 高跟鞋 天天走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丁正库是吃敌伦的 打火导致化学品一漏 点火爆炸 这点炸掉 阿珊说 这次爆炸 一定要给国民一个交代 这次爆炸 绝非意外 一定要让警方 视察 查出幕后的真相是什么 要给一个就是交代 阿珊这次爆炸 莫迪勒今天都对外发表声明了 此次爆炸事故 令我们非常遗憾 你老婆今天还有什么消息 新西兰 随着阿珊的这次爆炸 新西兰可惨了 新西兰大伙都知道 新西兰是哪 五眼联盟 就是五眼联盟 用东北话来讲 就是一眼联金 五眼联盟 一眼联金 什么意思 都是一个马咒的 一个马咒的 但是这几个爹可就不知道了 我说对打个对 为什么说一个马咒的 几个爹无所谓 为啥叫一眼联金 只要围维绕这个马 跟他有关系的 那都是一眼联金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 最五小一眼联金 我说对打个对 最五小们一眼联金 今天新西兰篮长对外发表声明说了 说完了 我们在新西兰奥克兰郊区发生了一场大型火灾 当场有八座房屋烧毁 一个学校烧到一半 学校的女英文老师都烧跑了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五栋 房屋已经被烧毁 其他房屋里头到底死了多少人 杀亡情况还在调堂当中 虽然说现在他没公布出来死多少人 但是整个村镇离多少公里外都能看到 这些房屋大火里头 嗷嗷的往处爬银的 完事回首之后 从几公里之外就闻 烧烤啊 哎呀 烧的什么地方 哎呀 烧烤啊 这这 这囤子干什么烧烤 这囤 这定死多少人不知道 离几公里之外就能闻到烧焦的味道 兄弟们你说得死多少人 这个啊 新西兰篮长说的 这绝对不是一池衣普通的这个货债 哎呀 哈哈哈哈 伊尔连级烧了 给伊尔连级烧屁了烧的 还有一个国家也要着大火了 又给你们念啊 兄弟们这是哪 这个着大火咱们就得低调一点了 这个毕竟是我们比较友好的国家 谁呀 坦着 哈萨克斯坦 今天一个大型旅店 三四十个房间一起着火 兄弟们咱就说实话 兄弟们 你要说是一个房间只要着火 我信 你要说这些房间一下都着了 咱要不是尹违的兄弟们 咱要说着火 是不是这个房间着了 他会串到其他别的房间着火 我说对 但是哈萨克斯坦尼有三十多个房间 这些房间同时着火的好几个一起着了 当场烧死十三个 五十九人 自行跳窗逃跑 还有七 事发是一共这个房间里有七十二个人 当场烧死十三个 现在目前为止还在调查当中 十三加五十九正好是七十二人 但是这十三个人全烧死了 是电火 我告诉你兄弟们 我跟你讲 前两天 记得吧 我跟你们讲了 谁呀 那个叫 刚过金 地下煤矿 一个电梯 上升的途中 拉着 就是矿工 直接掉了 怪死好几十年 底下顶着 等着坐电梯的人不知道 电梯砸下来 还砸死好几十年 兄弟们 你们刚刚我 这也是自然灾害吗 美国 就是俄罗斯的 坦克生产工厂 说是锅炉爆炸 把工厂炸没了 你信吗 俄罗斯昨天的导弹生产基地 最开始爆 说是由于火灾造成 导弹基地着火 结果乌克兰对外公布 我们发射的导弹 袭击了俄罗斯的导弹工厂 你刚刚好兄弟们 美国最开始说 夏威夷三火 只死了一百多人 十则呢 兄弟们来 你们自己说来 十则 你们老因为扯淡 我告诉你 这里都叫 这国家的暗战老下人了 你们可能都不信 头一天 我给你们讲的是 俄罗斯的特工在乌克兰 找到乌克兰的特工 以外卖员的方式 给下毒钥匙尝个 大伙子都大伙子都 我说你看 你要俄罗斯人 俄罗斯也不是什么好鸟 俄罗斯只得要你 对 他得有一万多人 他都 我看这几千 他一万多人 他得有 你们相信我 就是夏威夷这三火 你想什么都烧没了 动物都烧死老了 一进地区都恶极不臭 他说一百来人 你们狗能信吗 最次 他得有几千人 就是夏威夷 那老百姓跳海之旧 看到就打看到 布格海里头都死了 你美国他就是不爆发了 知道不行吗 就像我昨天给你们讲 俄罗斯 就是乌克兰 把俄罗斯的特工要死了 当时大伙都因为 这就是一个扯淡的新闻 我当天我就给你们讲 我是去什么 俄罗斯三个特工 在乌克兰 被乌克兰的 被这个乌克兰的特工给要死三个 大伙都看到新闻 咱们央视都演了 演完之后 我当时我说 我说兄弟们看到 乌克兰要营俄罗斯 俄罗斯也不是什么好鸟 俄罗斯只能要他 第二天 俄罗斯把乌克兰的 那叫什么兄弟们 什么局局长媳妇给要死了 什么局的兄弟们 乌克兰现在调查谁干的 对道管我时间吗 乌克兰现在调查谁干的呢 其实说实话 那不就是俄罗斯的格鲁乌干的吗 情报局局长 其实也许是要的是情报局局长 但是没想到 把情报局局长的媳妇要死了 知道吗兄弟们 对情报局 就是说白了情报局 就相当于美国的中情局局长 我说对打个对 对不对兄弟们 所以说现在看 你们老认为 哎呀 就是这个新闻媒体爆的 说哪个国家的火灾 跟什么都没有关系 兄弟们 我还认为夏威夷这个地区 就是 一个案 这个案战的产物 只是 美国知道 这个案战来自俄罗斯 如果夏威夷这个山火 案战要是来自伊拉克 伊拉克又没了 你们信过俄的口个气 就夏威夷 人家富人区 啥事没有 穷人区烧没了 对不对兄弟们 你看你这哥们说老对了 在夏威夷富人区 啥事没有 穷人区烧没了 那我还认为 夏威夷这山火 美国要想打谁 美国说是谁 那就是谁 但是如果要是俄罗斯干的 那只能是不知道 这是正常山火的 我说对答对 有了我今天还有什么小牙 你看哈扎克散 也出现这个事件 有了我那今天还有什么 一些重磅型的新闻吗 有 什么新闻呢 2023年 最真实的新闻 听听 这些国家都爆炸了 着火了 那老美 能闲着吗 我因为老美 他也闲不着 听到 2023年11月29号 美国俄亥俄州西尔斯伯勒 一家汽车修理店 发生了爆炸 三人当场死亡 一人住院 有关部门 正在进行事故调查 爆炸原因尚未明确 你们可能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老破鸡 修理部 他怎么能爆炸 就汽车修理部爆炸了 哎呦我里妈 大家炸的 我跟你讲 房炸为了 起落架都干天干地 有了 爷们零了 娘们上他修车 直接跟车一起上天了 有了 这汽车修理部爆炸 这事件你爆炸干 咱不管因为啥 你最起码 别的国家着火 那嘎的死火 那嘎爆炸 你他们也炸了 而且炸停产 三个人当场死亡 机器设备 以及厂房 当时一位平地 有了 我那今天还有什么效益 俄罗斯重新控制了 俄乌冲突以来 从来没控制的一些区域 就是听明白的 大哥明白 俄罗斯很多高级官员 前往前线 来庆祝 这两天的胜利成果 而折连斯基 再一次来到了 顿尼斯克前线 慰问官兵 做啊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新年之前的 最后一次总动员 你们会觉得 他的最后一次总动员 是什么呀 无非也就是 平安夜 圣诞节要来了 兄弟们 就是啥别道了 挺住挺住 再挺住 你们给我干 回手又给办一些奖章 还有一些什么啊 前线士兵都说了 哎呀 那个总统先生 你来就来了 什么玩意都没有用 你唯一给我们的 就是给点武器吧 哲连直截就说了 再要就是狗霸 剩下七毛没有 再要就是石头炮的 和狗霸了 你现在管我要 我还有两个鞋靶子 你看行 我这个拿前线来 不行 我这个撤了 为什么 每西方国家 给乌克兰承诺的武器 就是松人头 你看今天 那个佩斯科夫 看到哲连斯基 上前线访问完之后 俄罗斯的那个发言人 叫佩斯科夫 他对外就说了 他说告诉你啊 哲连斯基此举 只能说他是最后挣扎 为什么他现在面对啊 缺粮少弹 后勤补给严重跟不上 士兵人数 这个士兵的这个 作战情绪严重低迷 士兵的人数 已经不足以 任何反攻和防守了 我还是佩斯科夫 就想了 看到吗 哲连斯基此举 是在利用着乌克兰人 保证自己的政权 在牺牲乌克兰人民的生命 这种反抗和这种抵抗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不管你怎么努力 也不管每西方国家 怎么帮助你 你的失败 早已经成定局 你是时候考虑 坐下来跟俄罗斯谈判 如果要是继续一意孤行 你会损失更多的领土 以及乌克兰人员 你们可能会觉得 我这倒是外交言论 都彼此吹就彼 但是我这不是抗销 巴以这两天停火了 你看布林肯那也来了 北约这帮小子也可能 又叫回起来了 巴以再打起来 各领各都跟他各搞似的 我跟你讲 这些分兰为什么那么紧张 能明白不行呢 波兰那么那么 为什么那么紧张 而且伊朗今天对外公布个事件 令美西方国家严厉谴责 这个俄罗斯跟伊朗 为什么伊朗说了啊 从明天开始我们国内将大批量接手 来自俄罗斯的苏35 苏34战斗机 以及若干煤 空对地 地对空 导弹 看到的给我打看到 我要杀句话事的 你们以为是伊朗在俄罗斯那买的吗 我说过没学们 你们记住一点 我说一旦伊朗要是卷入到这场战争 他不得到俄罗斯的直接支持 他是不会干的 这回公布了树架树山树 树架树山树 树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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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给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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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提供的精准啊 精准的那些导弹 但是你什么时候接手 这个咱就不知道了 要用老管 那这是伊朗要要 其实伊朗说了 伊朗说了 我们早在几年前就给伊格罗斯订购了 我们一直都订购 但是我们现在啊 终于到交货的日子 去那那怎么就那么少 那么巧 这个时候就交负啊 七十五架树 七十五架树山树 这是真的 就一下七十五架呀 学生们 你们想这是真的 你别觉得我给人家扯淡了 你们老有对 还有支撑机呢 所以说你想学生呢 我说过吗 这可能也是 没有 没准就是俄罗斯 用这种方式 告诉伊朗 这些武器 全给你拿回去 你他妈就给我干 也证明 俄罗斯 用一些真正真正的立场 啊就是数百实质性的 这个这个这个行动 让伊朗感觉到 我会管你 俄罗斯 用一些真正真正的立场 啊就是数百实质性的 这个这个这个行动 让伊朗感觉到 我会管你 你们可能会觉得 如果你的分析都要过头了 能是这样吗 行吗 对已经到了 就是公布了 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他已经都接受了 我告诉你 我那时候我就讲 我就记住啊 就算是伊朗将来有一天干 他不到不得到大国 或者是俄罗斯的直接支持 他是不会干的 但是大国不能直接支持 而俄罗斯就算是俄罗斯 直接支持了 我告诉你兄弟们 俄罗斯也得考虑将来 他跟北约 殊死一搏的结果 对不对兄 这玩意就是 谁也不敢说谁赢 就像战争 你说就将来俄乌冲突 就算是结束了 你就能说普京百分之百赢了吗 就算他把乌东四周的 这些土地都拿过去了 兄弟们 就算你把这四个土地都拿去了 咱就说实话 你俄罗斯差领土吗 你俄罗斯本身一亿多人 你们他妈有1760多万平方公里 你差领土吗 你不差领土 就算这些土地都化给你了 兄弟们 你俄罗斯不也是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我说对打对 你死了多少人 对不对兄弟们 有赢家吗 没有啥赢家 但是美国一直在 中东这个地区就是装逼 不他妈受死你受谁 但是有些老过 那伊朗就算是接到了俄罗斯的武器了 伊朗能直接开炸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也是一个非常客观和直观的话题 我还是那句话 伊朗绝对不会直接参战 伊朗还会继续武装 什么黎巴嫩珍珠党 哈马斯 什么他妈的所谓的野门胡塞武装 这种手段 就是像我说的 他绝对不会直接参战 为什么 他毕竟知道 他跟美国输死一搏 我告诉你兄弟们 没有赢家 而且就算是伊朗 说实话 你要是跟美国直接选择开战的话 就是没有胜算 这个可不是国哥跟着去牛逼 因为什么兄弟们 你敢保证 俄罗斯能拿自己国运赌你赢吗 对 就是玩代理 打过打不过 就跟他干净照顾登 多然得有一个周登屁的 就是指定得有一个周登服 哎呀不打了 或者是咋咋的 绝对不会像你想 伊朗被美国直接摁在地下摩擦 或者是叫板 你看美国今天对外公布了 说伊朗昨天的无人飞机 载我们爱山豪卫尔号 什么什么豪卫尔号 航空母舰打击群的飞行过程 是完全不专业的 看到得打看到 看见吗 美国谴责 谴责伊朗 说你昨天无人飞机 载我们航空母舰上空飞行 是完全不专业的 你要对你这个行为负责 不要猜出现类似事件 但是伊朗今天太装逼了 数十架无人飞机 就在波斯湾 离美军 那些战舰 只有几百米 甚至连他妈一公里都没有 嘎嘎就跟他飞 看到的给我打 看到 美国说了 你这属于局势挑衅 正常在国际海域 飞机与这个其他别的国家战舰 得保持十海里 或者是一公里 那个有个距离 我没记忆 说必须得保持这些距离 而伊朗的无人飞机机群 严重的接近了 我们的一些战舰 对卡尔维尘 对我们的战舰 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边刚供不完 在红海 一个导弹驱逐舰 再次遭到无人飞机袭击 丁光武士除去五六 除去发出去五六枚拦截弹 拦这个无人飞机 看到视频的给我打 看到 你们没看到就不要瞎白话 知道不行吗 他刚刚公布完说 伊朗的无人飞机 违法了国际法 在他们的什么什么 卡尔维尘号 这个航空母舰 上班飞行部专业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 野门胡塞武装 无人飞机直接砸过去了 美国呢 那他妈的防空导弹 丁光武士就开始往下拦了 兄弟们 但是我看到了 我看到就是干下了一个 剩下的到底 西梅西记着美国说了 我们发现了 这个伊朗 这个野门胡塞武装 再次向以色列方向 发射的无人飞机 被我们在红海上空 精准拦捏 野门胡塞武装 也没对此有什么任何说明 说哎呀 我们没打以色列 我打的是你 野门胡塞武装 一直没说 但是 这种行为 我就早就跟你们说过 我宣定你们记住 老美的军事基地遭到打击 你敢保证 他将来的战斗舰不挨揍吗 我说过吧 学弟们 结果怎么样 学弟们 头部几天 对不对 学弟们 头部几天 他的那个叫什么导弹驱逐舰 愿意干两枚导弹 虽然说他拦捏了 没干到他 完事之后回首 伊朗的无人飞机 直接干他闹瓜里去了 学弟们 这家拍照 这尊警告 告诉你 那时候自身飞机过降了 给老美整的现在是太没有面子了 你回去老我 那美国能不能试 能不能再做将来 把一些什么手段呢 和一些准备都做足了之后 打伊朗 你累掉他懒着 我就告诉你 美国 你就瞅他 现在在中东地区 频繁遭到打击 他都没主动去袭击 任何一个国家 他只是挑了两个远世者去捏 他表面上说 都是伊朗在武装 一些武装分子 打击我们美国 在中东的一些居士基地 我们也受到威胁 都是伊朗干的 但是你都知道是伊朗干的 你打伊拉克和打叙利亚 干你马了个鼻 我说对打个对 我不是埋着的 你们就说来 你还一口一个 都是伊朗干的 你去打叙利亚 打伊拉克 你不是打自己脸吗 就这种懒着 还跟他吹鸡膊毛 牛逼你马了 美国备战 美国拿命备啊 我告诉你 你们信都信 不信就唠叨 如果中东战争要是外裔 俄罗斯跟北约打起来 老美就完了 我这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这么说 我你们别觉得国家说的是假话 你别看北约和内亚报的一些什么 我们的武器不见底了 有的我认为可能也是假新闻 假消息 在迷惑俄罗斯 我认为也许是 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 他们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接到北约国家 在美国订购的武器的订单 已经干到2025年了 一旦这些战争都打起来 老美就得鸡巴瘫痪 我不是搞笑 这些国家都管你给武器 你拿鸡巴给啊 给狗爸呀 棒球棒的 羽毛球棒 烧火棍呢 到那时候他都蒙蔽 你们信我打信 他都生产不出来 他现在就这些国家 围了往自己的库存 存储武器 美国订单都干到2025年了 生产不出来 做不出来 因为他们现在根本 就没有那些大的加工能力了 知道不行吗 为什么 你看他现在要那个加工 可以说是要这些什么 哎呀 加工能力回流 把欧洲一些国家 往自己国家洗呢 因为什么他就知道一旦真就有暂时那天 他加工能力都没有 你没发现美国现在所有的加工能力都是靠外加工 能明白我这衣服啊 这个品牌是我的 美国牌的 我跟中国做 我做的这个手机啊 牌的是我的 我在中国做 我做的这个盯着裤 王寡夫给做的 我自己国内就是玩 玩品牌 剩下加工全靠其他别的国家 我说对 真正要是需要 真就需要有一天打仗的那一天 打的是什么呀 打的就是加工能力和后勤不及啊 这不是开玩笑啊 啥机玩没有 啊 兄弟们 那他们啥也没有 就让老娘们上前线拿手掏去 对不对 兄弟们 士兵再勇猛 没有武器 士兵站点干 饭都吃不起 衣服都穿不上 你刚刚我拿命打呀 他全是带加工 所以说美国现在他的软肋 他也一直轻易 他不会发动战争 你就是从笨点想象 有的人说 老我没有人敢向美国干 我承认伊朗是跟美国自己干 根本就没有干 干不了 伊朗跟俄罗斯联手 没有我们他俩都打不了人家 你们可能会觉得 老我你真能埋着俄罗斯 相信我 就俄罗斯跟伊朗 他俩标榜着跟美国干 打不过 为什么 因为美国 他自己并不会强 但是他带领着整个北约 他自然就强了 你俄罗斯跟伊朗去跟他们为敌 你俩跟他打 玩常规 他能打死你伊朗 能打死你俄罗斯 为什么在常规力量上来讲 俄罗斯跟伊朗 他俩是没有能力 与美西方国家 直接的叫板或者是开战 只能靠着一些代理人战争 来彼此消耗 做到战争疲劳 谁也赢不了 谁垃圾不到 如果他俩是直接开炮 伊朗没有任何勝率 你们相信我 咱们只能占伊朗立场 但是咱们不能盲目的占伊朗立场 能明白 对美国他一直就打群架 他领一帮人干 他不按套路书牌 我觉得美国自己会干 美国打一个小国 他都得带多少个小弟干 能明白 你看当年打伊拉克 打利比亚 打这个打那个 哪个是他自己干的 当年打朝鲜领17个国家 这狗多 出门领一帮狼狗上去 我咬的掏去 对他实则连自己 连阿富汗的都打不过 知道吗兄弟们 杨道馆你要干什么 看什么 果哥卖这个酱牛肉 我今天这个样子 我找了一天没找着 我大哥给我留了 我没找着 咱家也喜欢吃酱牛肉的 你们尝一下 这个是纯纯的 那个叫什么 内蒙古特产 兄弟们 爱吃肉的 99块9 一斤半好吃 你们可能会觉得挺贵 我今天我是 兄弟们 就是你们尝一尝 好吃接着回购 不好吃 这99块钱 你吃完给他过冷了 99块9 哥给你退了 这个酱牛肉 我跟你说实话 我吃了他多少包了 吃了他妈的五六十包了 一直没卖 因为我一直卖那个酱鹿肉了 你们尝一尝 这个酱牛肉的味道 怎么好吃 好不好吃 因为啥呢 我一直卖酱鹿肉 我也没卖他这个酱牛肉 但是这玩意 他这个做法 跟咱们这个地区 绝对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酱牛肉 你吃完之后 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是内蒙草原的 牛肉的这个味道 看起来一样 就跟男的酱牛肉 一点不一样 知道不行吗 你一下下 我这边卖的酱鹿肉 我还能卖酱牛肉吗 就是因为他这玩意 确实太好吃了 知道吧 兄弟们 我样品都没了 咱家因为就是爱吃肉的 你就尝尝他这种嘎嘎新鲜的牛肉 给你做出来的酱牛肉 好不好吃 回家来一起嘎嘎嘎 切点自己 自己喝点小酒 啥你们感受一下了 我接着跟你们讲 原来我今天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一些新闻吗 你看记得昨天吗 昨天我给你们讲 我说呀 这个以色列列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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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说了 他看到这个 整个中东国家 都在反对他 在言论上 也都不占 这个以色列立场 美国就给他施压 说你 我告诉你 你不能他妈的老自己 想一公信 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也得顾及一下的 国际舆论了 回首 这老内塔尼亚胡 昨天他就要访问阿联酋 大伙子都打着 好像今天去了 对不对 他说我要去 这个访问阿联酋 就是在拉拢一些 其他国家 别都全站在巴勒斯坦 或者是伊朗立场 结果你们形成阿拉伯联盟 那以后 发布发动战争部署 以后你们在这个中东 不都孤立我吗 他在搞外交 去了是不是 回头他这边去了之后 这老土耳其总统 这个伊朗外长 知道不行吗 今天拿起电话 就给这个阿联酋 外长就打上电话 打电话就强调 以色列总理 那塔尼亚胡 到你那边去 这个事件 我们中东 阿拉伯联盟 这些国家都非常关注 希望你面对现实 也看清现实 不要盲目跟 以色列人 或者是以色列 站在一个立场 我的言论 就想告诉你 提醒你们的 这个阿联酋 球长 千万不要太在 太战 以色列立场 回首 阿联酋 阿联酋的外长也说了 我们一定会站在 国际法准则的立场上 与以色列商讨 下一步的巴以冲突 我们绝对不会 站在一个违反国际法 国际法的国家的立场 我们一直就是 站这个立场 所以今天 伊朗外长 给阿联酋外长 打完电话之后 伊朗外长 还好顿表扬 阿联酋外长 说彼此通话 非常愉快 为了全球局势 为了整个中东国家的安全 我代表中东 阿拉伯国家的其中一员 感谢阿联酋外长的言论 你们会觉得 阿联酋 他所说的 这个阿拉伯联盟 我跟你说死话吧 真正希望出现 跟这个 以色列直接对抗的国家 我告诉你 你们没发现吗 现在全是个人组织 私人组织 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 你看这些中东国家 各顶各 全是用言论上 多少占点谴责 那都算是 直接针对以色列了 剩下你看看 有一个国家说 哎呀 我们要砸砸砸地吗 没有 只有谁啊 只有黎巴嫩 珍珠党 啊 叙利亚曾经被占领的 戈兰高地的一些武装分子 还有 还有谁兄弟们 野门胡塞武装 剩下 你算吗 就连 对 全是带领 就连 哈 这个这个叫 巴勒斯坦 你叫什么兄弟们 法塔赫 都没说直接 予以色列广广开干 所以说那样啊 土耳其 土耳其就是言论上 那土耳其干啥了 土耳其言论 咱说实话行吗 你看土耳其干啥了 土耳其是空头武器了 还是啥 对不对行吗 土耳其就是言论 就跟其他别的国家一样 但是只是他的言论 过去一切罢了 但是我这人不说假话 你看土耳其言论上比较狠 我还反而因为 土耳其这个国家 唯利是图 他也许是 就借着俄乌冲突 这个这个事 我想让 美国和以色列 认为土耳其的立场很重要 结果土耳其立场 没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视 反而激怒了土耳其 你们因为国家这么分析 对的打个对 能明白啥意思吗 土耳其本来想出现 哎你妈的 我这个大点 我这吃两句 我是大国 俄乌冲突都对我调节 结果你们谁都不在乎我 我操我 我直接诋毁你以色列 这种给土耳其整机 没可能性大 而并不是他真正站在利益 利益 就是正义的角度 我去乌渣渣 比比花花 我以为还真不是 你们信得打个心 知道吗兄弟们 因为这个国家 一直都是唯利是图 我占啥立场 我必须得得到好处 对不对兄弟们 土耳其的船 现在没有信了 到底是在这个 这个奔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海域 是被美军的卡尔文神号 航空母舰打击群给拦捏了 还是这些舰船 宅哪搁浅了 还是停止了 你让国歌编 编不上来 你们也不用问了 没有消息 有消息 不用你说 我早就告诉你们 哎呀这千条船到哪了 这千条船还是黄了 还是千条船交到风浪了 还是让美国军舰给撵走了 还是压根就没去 我早就告诉你了 这个事件是有 但是这个船到底去哪了 没下文了 知道不行吗 也许兴许被美国给吓唬的 不要去了 也许是去了之后 让人给他妈的 直接给整他妈解散了 或者是啥 这个东西不知道 也许是这个言论干完之后 以色列或者是美国给土耳其强了 这个事解决了都有可能 为啥 因为这一条一千条船的发起国 要是其他别的国家可能就有下文 要是在土耳其 也许没有下文 你们可能老一一个劲老 因为我是吹牛逼 你看央视颜面 这个新闻都是得到央视证实的 央视都报了 说什么呢 报 土耳其组织了一千艘将近四十个国家 两个都四千五百度 也那个上船 奔这个这个以色列去了 但是要是没有下文了 我就可以理解为 也许得到了每个国家的钱了 所以你别来了 或者是得到一些什么好处了 解散了 没有下文 我认为就是这个 如果是要是要是得到一些 遭到一些国家别的打击 或者是宅哪哪哪 遇到什么风浪 找爆出来了 但是现在没有事了 我认为这就是什么呢 到手了 哈哈 我的言论发表完之后 好处了 OK了 垃圾倒了 好哥们 我误会 我吹牛逼呢 解散 哈哈 所以说大伙就不要再问 就是你这个事 发起国 在别的国家都可以 就是在土耳其啊 对 打到恢复的可能性都有 啊 你就吹牛逼 我吹牛逼 你愿意听听 不愿意听滚出去 这叫江湖滚出去 熊样长得像狗似的啊 关照 下点消息啊 现在还有什么 有的老我呢 今天随着这些国家以外 还有什么消息 你听着啊 乙军袭击了约旦和西岸 难民营 抓捕十七人 击毙两人 杀死四名儿童 其中 有两名十五岁的男孩 你们可能会觉得老我 你为什么这次大业冲突 为什么就这么战 巴勒斯坦立场 怎么一点以色列立场不战 我告诉你兄弟们 第一 哈马斯 巴勒斯坦人民 是弱者 这是第一个 但是最重要的 我告诉你兄弟们 我这人不说假话 我这人向来都是恩怨分明 就是以色列他干的对 我他妈都说的错 为什么 第一 他站在美国立场 第二 他他妈是第一个 随着美国第一个 向咱们某地区卖武器的国家 他是第一个 我们这块有新冠疫情 他妈他遣返我们国人的鬼 你们可能会觉得老我这样 我他妈杀我 是你孙子 所以说我告诉你兄弟们 就这个必要国家 我这辈子 就是他对 我都不会占他立场 咱们家人记录 只要是个中文 咱不管说咱们是谴责的 是给他造谣 就这个逼国家 兄弟们 不要占他立场 你们可能会觉得老我 真讲 你说的对吗 我接受你们所有上网杀 所以说我一直都不占他立场 这个逼国家 跟咱们一直吃对立面 他从来都是 捧那个美国臭脚 占我们的对立面 在联合国这一块 他他妈他就一直 没说跟咱们一起同行过 知道我兄弟们 这国家 那是他 滚去死 巴勒斯坦人多可怜 啊兄弟们 这国家你们整个家都不家 国都不国 人家就得杀老了 知道我兄弟们 你们都会遭到历史的唾弃 你们的所作所为 一定会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你知道今天的那个叫 以色列的那个叫 以色列的一个部长 咋说的吗 如果你如果内塔尼亚胡 停止对巴勒斯坦 哈马斯的围剿 内塔尼亚胡将下台 我说过没兄弟们 就是他现在这个局势 都得逼着内塔尼亚胡 一直打下去 为什么 因为国内 就是以色列国内 要追责于内塔尼亚胡 懂得哪个懂 你看我前天预测的 我是这说的不行 我是你记住去的 就现在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你让他停都停不了 为什么 一旦要是停 你就不信 我就不信 以色列这些国民 不追究 你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毛病 你就算你将来 不管找谁 做电魅力刷牙 我这个情报局局长有问题 我们国防部不然有问题 兄弟们 你是这个国家的元首 你能推掉折印吗 所以说你今天 以色列的一个 一个部队高级部长 就说了 如果以色列停 这边停止 那边 内塔尼亚胡 马上下台 必须下台 所以说我就告诉你 就是为了他 让自己不下台 他都停不下来 我说对哪个对 知道不行的吗 犹太人 咱们把 咱们说的 咱们要都说犹太人不好 这玩意儿 也是有点 一个二论 就像土耳其 因为库尔德人不好 我还不一定 就因为库尔德人都不好 人之初 性本善 咱们不能大伙 都说犹太人不好 知道不行 犹太人也许有好人 也不能说犹太人都不好 只是 我跟你说说 他们这个人种 相对比较聪明和奸诈 能懂我啥意思不 就比方说 就像土耳其说 哎呀 这个库尔德也妈 就天天咒他 学生你们记住 越打他 他越要反抗 越反抗 他对敌对国来讲 就越可怕 我说对打个对 如果从小到大 从他上来 谁对他都好 我就不信 所有的犹太人 他都是他妈的蛇 但是他赞 太理坏不 他赞 但是也绝对不像 大伙说的 所有犹太人 或者是所有人 都是坏人 能明白我啥意思不 你看我不撒谎 希特勒唯一没杀的 一个犹太人 你知道是谁吗 你们可能会觉得 我真假 我不撒谎 希特勒老家 原来是奥地利的 是不是澳大利 我奥地利 我应该没记住 应该是奥地利的 最小的小时候 是跑他妈意大利 跑德国 去偷梦学画画 当他 他的父亲 跟他妈结完婚之后 知道不行吗 他的母亲 跟他爸结完婚之后 他爸是个酒懵 希特勒他爸爱喝酒 回首他爸 不长时间就死了 我是你这个 他妈的这个希特勒 就在德国学画画 就想参加一个 那叫什么画展 想考一个 考一个什么他妈 这个什么什么画 画室什么学校 希特勒就没考上 回首希特勒 就出去打工去了 他的母亲 在家里就有病了 知道吗 奥地利是不是 我记得应该是奥地利 是奥地利吧 兄弟们 完他母亲就有病了 他母亲有病了之后 他家邻居 就是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 一直照顾他母亲 给他母亲送饭 给他母亲治病 这是真的 希特勒就追后耳 知道吗 兄弟们 所有犹太人他都傻 就这个帮助他母亲 这个他没傻 你们可能都觉得 我不信了 真的兄弟们 所以说你不能说 都是坏人 坏人吧 咱们就像咱们似的 他爸是私生者 咱就说实话兄弟们 咱们人 你都是好人吗 你们的人就都是坏人吗 咱不能一概定论 咱不能说 哎呀 犹太人都坏人 咱不能那么说 只能说有局部部份人 有好人 有坏人 就像咱们囤着里也是 这人就好 那人就坏 对不对 哪个地方都有穷人 哪个地方都有富人 哪个地方都有好人 哪个地方都有坏人 只是他们胎里就带着坏 但是也不至于像咱们所说的 每一个人都坏 那么有点 就是确实有点笼统 知道吗 但是他那种犹太主义 复国者 要是存在的话 那就是绝对可怕 知道吗 兄弟们 还有犹太人 直播间都是好人 对 就是咱也不能那么说 哪都有好人 哪都有坏人 只要说 反正犹太人不太好 这是真的 咱们就 犹太 对呀 爱因斯坦不就好 你要说爱因斯坦是好人 其实说实话 我怎么说呢 咱也不能说人 就不好 爱因斯坦是唯一一个 给美国介绍生产核武器 搞那个叫曼哈顿计划的一个 书写书信的这么个人 我说对打个对 是他给当年的美国总统 叫他丘吉尔是谁吧 写的信 说得赶紧掉 通过别人送的线 说我告诉你快点的 现在有一款新型武器 这武器你马上做 做完之后 你就会统领世界 你要是不做 让德国做出来 就完了 罗斯福 对不对兄 是不是有这个事 完这个 求到谁了 求到罗斯福手下的一个秘书 秘书拿着爱因斯坦的信 跟罗斯福说 说你看罗斯福啊 总统先生 有一个叫爱因斯坦的一个科学家 给你一封信 当时罗斯福不看 罗斯福说不看 没有空看到 他说你不看 我给你讲个故事 他说你讲个啥故事 他说哎呀 当年打仗 再拿拿拿拿打仗 怎么打也没打过 结果这小子 沿着了一款什么什么大炮 一下就把这个国家打败了 反正这罗斯福 这么跟他俩吃饭 一听说你讲了个武器 谁设计的 谁发明的 他说我要给你拿的这封信 就是这个武器 能解决 能改变 整个二战的局势 就正的 罗斯福吃饭点 把这个信打开了 一手提起来 哎呀 爱因斯坦写的 爱因斯坦就跟他讲了 说哎呀 德国现在希德勒 正宰挪威啊 不是挪威 宰那叫什么了 行吗 那国家叫啥了 希德勒在那国家叫啥 我这脑子呀 跟挪威挺的相 那国家叫啥了 就宰那国家了 就有一个地方 正整了一个冷水处理 说宰那块整的基地 德国希德勒 整的一些专家都给他整的 美军直接派的空乘演员 到那丹麦 丹麦 丹麦丹麦丹麦 这帮小丹麦 不是丹麦 说宰丹麦的 说宰丹麦的一个基地 这么高的一个核武器 这怎么现在都开始提取 那个浓缩油了 这个美国先派了一个使 一个使团 一天当天晚上 直接给炸了 要不然德国要干出来 兄弟们 那就没有美国啥事了 我说对党 所以说你们说爱因斯坦 你说爱因斯坦是好人吗 咱也不知道 你要说他是坏人吗 我也不知道 你说他是好人吗 你说他把核武器给撞出来 对他是核武器支付 整完之后 这玩意的威胁多大 我说对答对 但是日本今天公布个消息 我吵的挺可怕 日本说了 他们整了一个 那叫什么量子学 有一个武器 只要能有几毫克 是多少克 兄看见吗 是多少克 是多少 就能解决整个地球 日本说发现了一个什么玩意 那东西要研究出来 核武器在他面前 啥不是 日本今天公布的 这那个我不查 你们可以上网查 我还是日本公布 这个 日本今天对外公布 再一次在日本国内重新建设 16处军事武器储备库 现在目前为止 日本已经对外公布了 日本现在对一刻 日本现在已经有1700处 存储弹药的武器 而且新建这16处 是专门存储 进攻其他别的国家 军事设施的武器库 看到的 大家看到 好像是叫骨金 那叫什么骨金属 是不是 那玩老烈了 对 叫反物质 这个不是抗销 他妈的 小本着 他妈的 一旦要是把这玩弄出来了 我操他妈 这玩可老下来了 真的行 兄弟们 这个酱牛肉 还有谁没买的 你们回家尝一尝 有的人说打贵 有的人打不贵 这玩意儿咋说呢 愿意吃的 不差钱的 多钱也不贵 不爱吃的 差钱的 多钱都是贵 如果说觉得 果哥推荐你们的 这个酱牛肉 能好吃的话 咱俩也你们感受一下了 尝尝果哥给你们 推荐的这个酱牛肉 能不能感受到 比你们个当地 你们说一些什么 菜市场 或者是自己酱的 还好吃 还便宜 你们尝一尝 这个早就被发现了 不 他不是发现 是日本人在研究 知道我心里吗 对好像是叫什么孤单 文文都知道 叫什么孤单 这玩意儿挺挺很 我今天一瞅过操 就这点玩意儿 就能改变整个地球 他说这有这个威力 美国也证实了 说这东西 那叫什么反物质 是不是行的吗 挺下眼 日本今天就是 重新开启 建设什么什么导弹 什么武器库 这事我跟你讲 真的行吗 也得重视 这不是开玩笑 因为他现在的小本 可能是没有什么能力 与这个所谓的大国对抗 架不住 你这边 没啥准备 他他妈忘实准备 我说对打对 对不对 你看这个以色列部长 就直接威胁了 内塔尼亚湖 要是同意停战的话 那政府都得解散 内塔尼亚湖将辞职 或者是贝特辞职 要不就得 政府直接解散 有的人老管 今天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消息吗 就是关于日本 还有演习乐 演习乐的今天 向全世界 向整个韩国道歉 虽然说这不算什么大新闻 但是我给你们讲一下 演习乐最开始吹牛逼 那跟美国 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国家 那关系搞得老好了 要跟沙特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竞选 下一届的 那叫什么世博会 那对外吹牛逼 韩国竞选世博会的可能性 是80%以上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盟友国的认可和投票 结果今天一投票 人沙特干100来票 他干2来票 知道不行吗 丢人都丢到极限了 回首向整个韩国道歉 韩国史密达 越着今天拉了 让沙特给我拍在沙坛上 给给我卷蒙笔 很丢人 沙特赢了 越着整他们2来票 29票是不是 老丢人了 韩国也嗷嗷骂对29票 韩国也史密达骂他 去你又骂的吧 119对 对当时就拉着他将近100票 哇 地马 119对29 向全国人民道歉 我大喜欢 我大喜欢 我翻车了 我拉了 当时拉了 隐心愿 这回可愿着了 他对外最开始 吹牛逼了 我们有70%到80%的竞选的可能 太有这实力了 你记得他自己说过吗 哎呀 对鸟叔都哭了 他最开始吹牛逼说什么 韩国发明了这个韩国发明了发明了发明了那个 韩国竞选这个世博会太有可能了 太有这个实力了 结果让沙特给干的是狗逼不是啊 腊白菜不好吃 我也没卖腊白菜一个 做月子都要吃 丢人了 真的这个事老丢人了 因为他你要是跟人家差不多少 你比方说50% 59%你占40%也不丢人 对不对 人家占60% 你占40% 人家占70% 你占30% 这再说实话也算是接近 这一筹你跟沙特竞争 那就相当于刘翔跟我跑赛似的 啊 现在吗 一共两人跑 刘翔第一我第二 这第一跟第二的差距 那简直就是太吓人了 我说对打个对 那没有 一共两人跑 你还拉这个比较 就像美国跟第二国家都是 啊 什么叫美国跟第二国家都是 看似啊 第二个国家在接近 陆续接近 美国的一些GDP啊 包括军事上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排名啥的 但实则差距很大 就像尹熙说今天暴露出来的 那简直不是说给你 你给国民道歉 你压根就没那两下的 你出去给你竞选 那不纯属是丢人现眼吗 能明白不许吗 我连你都打不过 我非啥要跟中国拳击冠军打拳击 我说对打对 啊 信什么呢 我就搅着个暗屯 有几个老娘们要给打趴 我就因为我全世界全体无敌了 结果我挑战泰森 笑你吗 啊 我说的能明白啥意思吗 就是暗屯老娘们整不过我 我觉得我就觉得我厉害了 我要跟泰森干 就是实力根本就不存在你去竞选 你是纯属丢人现眼 啊 泰森也没出场 我就是就是用这种比方 你说你能整我眼睛 根本就整不了 把你刷那去丢人现眼睛 对不对兄弟们啊 好 好